如果没人再看,你还会做对的事吗? 不属于你的一块钱,你会拿吗? 如果是十块钱呢? 一百块呢? 我知道,捡到不算偷 连就是时刻做出对的选择 再多的钱也无法让你违背良心,对吗? 齐逢对手,对手转头 喉咙痒痒,不想开工 太想及格,看看无妨 毕业之后,还要折扣 好想约会,修一修图 公司福利,全带回家 想要真正做到,连根本不可能,对吗? 大家都有妥协的时候 也有无法抗拒诱惑的时候 但是,妥协的次数多了 难免会铸成大错 骗取十万多元租金 无业难嫌犯被捕 涉嫌冒充公司名义,骗取银行净一元 用假金水单骗贷款,散工被罚一千五百元 乍卖延唱会门票,男子坐牢十一个月 偷拍女室友洗澡,男子判监八周 华人有句话 民以石为天,官以莲为先 官位与责任越大,越需要轻正联名 时时刻刻都做到,莲或许看似不可能 但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坚持 因为在四驾无人的时候 当我们徘徊在正路与捷径的十字路口 莲能指引我们往对的方向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